玉里镇真诚社区发展协会举办志工特殊训练课程 希望鼓励社会大众青年学子可以投入社会关怀 还有教育服务工作 培养师比受更有福与比取更快乐的观念 发挥助人最乐服务最荣的精神 玉里镇真诚社区发展协会举办志工特殊训练课程 这项训练课程内容是以讲座授课 上午邀请到了玉里分局交通组承办人员 来说明导户工作的执勤安全 以及志愿服务的生涯规划等等课程 办了两天的课程 那主要里面的课程是针对 就是说因为大家现在非常重视交通安全 因为我们真的是这项发展协会 我们有一组爱心事团队 就是任养一里国小的导户妈妈 这个也要让我们的妈妈们再一个 虽然说为这项服务 但是最起码他自己本身要懂得 教育规则的一个重要的知识 那接下来最主要还有教练 就是因为这个前女之一 然后让大家有一个一技之长 也办了一个DIY的一个活动 玉里镇真诚社区发展协会 举办志工特殊训练课程 希望鼓励社会大众 青年学子投入社会关怀 以及教育服务的工作 培养师比受更有福 与比取更快乐的观念 发挥助人最乐 服务最荣的精神 那明天的主要课程是主要针对 就是让我们志工伙伴们知道 玉里是由来 从玉里成圣一直到我们的拱桥 然后一系列的安排 让大家都知道说 如果去推销我们玉里镇 然后让这些志工妈妈买 我们玉里还真的是一个 好像好雪好地方的地方 这是我们这次办的两天 两天的课程的主要的目的 一连举办两天 总共有30位的学员来参加 怀抱着奉献自己 重量别人的德操 踊跃投入志愿服务的行列 积极散播志愿服务的种子 共同来为协助拓展社会服务工作 以及增进社会祥和来努力 记者公众中玉里镇采访报道